美國的降息不確定 甚至有重新升息的風險 那日本的央行同樣也有升息的壓力 上任到今天剛剛好 滿一年的日銀總裁直天河南 他最近接受日美訪問的時候 就暗示下半年可能還會升息 而針對日本當前的貨幣政策 環境下的日股投資 還有日元的後世展望 我們今天請到的是富邦日本ETF 經理人謝恩雅來為大家進行解析 經理人你好 那在日本可能走出通縮 還有外資大量流入的帶動之下 日本的股市前陣子 終於改寫了歷史新高 不少的人都看好 接下來還有表現的空間 甚至還有人預估日經二二五指數 有機會衝上五萬點 那針對日股的後續走勢 你也認為指數還能夠繼續上漲嗎 那日元的匯率長線看升 會不會帶來什麼樣的負面影響 市場很多人也會擔憂說 是不是創高之後到底有沒有後續 還是其實日本又進入了另外一個泡沫 但其實我們從評價面來看的話 以2月22號創新高這天的 本益比還有本進比 和1989年的高點 當時的本益比還有本進比相比的話 其實現在評價面還是相對偏低的 那以日經指數來說 2月22號收盤的本益比大概是落在16倍 那其實S&P的話 目前的本益比大概是18倍左右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出來 日股的評價來說還是相對比較低估的 那我認為其實還是有一個向上漲的攻堅 日股現在回歸到一個1989年的高點 我認為這只是一個起點 不能說是一個終點 那未來其實企業在改革方面 包含東京證交所提出的改革 那企業現在也非常積極的 在股票回購 還有分配股息 還有改善ROE的部分 都展現出非常積極的態度 那我認為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未來還是可期的 市場會擔心的點是在於 日元過往都是貶值的情況之下 股市會上漲 但其實根據過往的統計來看 其實野村也出了一篇研究 他們有統計過過往日股的表現 就是在升值的情況之下 當有一種情形之下 其實日股還是會上漲 那就是美國長期利率下跌的時候 其實這也就是 回應到今年會降息的部分 其實在美國長期利率下跌 都是有利於這些成長股 還有科技股 其實日本的股市 在長期利率走跌的情況之下 就算是日元升值 應該也還是會有相對不錯的表現 如果擔心說短期回檔 或是有一些獲利了結賣壓的話 想要參與日股的股市 可以採用定期定額 投資ETF的方式 就可以看平成本 也不用擔心說投資在高點 所以我建議說 定期定額其實是一個不錯 參與日股的方式 那日股在這一段短時間之內的 漲勢其實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半導體類股所貢獻的 在人工智慧AI熱潮的持續擴大趨勢之下 想要請教一下經理人 您認為日本的半導體類股 還有辦法繼續上工嗎 還有哪些類股 也值得投資人來關注 目前AI跟半導體 是因為需求的關係 所以半導體類股的 漲勢非常的強勁 那我認為說 日本的半導體類股 還有一個優勢 就在於說政府非常的支持 半導體產業 包含像是從去年 岸田首相就已經 提出說會強烈的支持半導體產業 然後還有台積電入駐 就是雄本建立設廠 那我覺得在半導體產業這塊 基本上就是日本政府 長期會扶植的產業 所以我認為說 不管是短期或是長期 都是一個可以相對看好的產業 那另外除了半導體之外 其實最直觀 今年會想到表現會相對亮眼的 其實就是金融銀行類股 利率的調升 對於銀行類股本身就是一個利 所以在這個方面 其實對於金融行業 他們在獲利或是股價表現 相信應該也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那最後呢 我個人認為 今年也可以看好的一個產業 就是汽車產業 從二月公佈的第三季財報來看的話 這些大型車企 包含像 Toyota或是本田汽車 他們都有提到說 像是過往受到的供應鏈問題 已經慢慢有在緩解 所以我認為說 今年不管是銷量或是獲利方面 那我認為說 汽車產業也會有相對亮眼的表現 那其實在日營升息之後呢 日圓不但沒有大幅的升值 反而還改寫新低 也顛覆了市場原本的預期 但是從長線來看 目前各界還是普遍的認為 日圓是渴望走生的 想要請教經理人 對日圓未來的走向 有什麼樣的看法 中長期來看 其實日圓走生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 因為在美國降息跟日營 就是恢復到零利率 甚至是升息的步調的話 其實美日立卡是會縮窄的 那縮窄的情況之下 美人的日圓禮當應該 從理論上來說 應該是會走跌 那日圓就會走生 但我認為說 走生的幅度不會非常的劇烈 頂多就是反映 目前兩國央行政策的情形 那在這之中 或許都還是會受到兩國動向 因為像是美國聯準會降息的部分 其實從原先年初一開始預期 3月就會降息 那後來又拖延到6月才會降息 所以其實 原先年底到年初的期間 日圓是升值的 但受到市場對於聯準會降息的 步調的預期的影響 其實日圓又走扁 雖然說中長期來看 日圓走生的趨勢是確立的 但我認為中間的波動 還是有可能會隨著 對於兩國政策預期的不同 會有一些不同的方向 所以如果要投資日股的話 我個人認為說 有做匯率避險的策略 也會是相對比較好的